妈咪啊,你怎么还不知道 蛋白加牛奶就是双皮奶咯 蛋黄加牛奶就是布丁咯 今天要造我奶奶的牛奶咯 然后把这一整盒牛奶倒到这个奶鍋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牛奶煮沸 然后给它倒出来 这个我们就让它在这静置一会儿 等到这个表面奶皮形成 我们再用刚才剩的这个蛋黄来做一份布丁 刚才这个蛋黄一定要像我这样用保鲜膜封起来 不然它现在就会干掉 就用不了了 还是要再加两颗蛋黄淡手糖 一盒儿纯牛奶 给它搅匀 搅匀之后给它过筛一遍 这样这个口感就会更细腻一点 然后把它倒到任意的模具或者是碗里 就把它扎开 然后可以放到烤箱空气炸锅 或者蒸锅里去蒸都可以 加点水 这样做出来的布丁会更嫩一点水 面上撒一点糖 就继续烤 我们解开去了 这锅子把射都掉了 如果有火腔的话可以用火腔在面上撩一下 这样面上这层胶壳会更均匀 胶糖布丁 这个用纯蛋黄做的蛋香味特别嫩 好嫩啊 它面上这层脂肪因为口干了嘛 特别香 然后里面的这个布丁特别嫩 太嫩了 这个好适合给我奶奶吃 绝对不再给我看电视 不想 不难啊 好想 这个锁真的是 这是个宽泉水平 等这个面上形成了一层奶皮 把这个奶皮抵住 我们把这个牛奶倒出来 然后这张奶皮就躺在这个碗底了 这个就是双皮奶的脸 千万别把它弄坏了 先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这个是之前分出来的一颗蛋清 蛋清是帮助这个双皮奶淋入的 淡勺糖 然后给它们一起搅匀 这个搅匀就可以了 搅匀之后我们把它拨筛出来 然后顺着这个碗边 轻轻地把牛奶倒进去 然后像这样给它封一层保鲜膜 防止水蒸气滴落进去 大火蒸8分钟左右 然后再关火焖两分钟 咚咚咚的就 放凉之后呢 这个双皮奶就做好了 就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面上 给它放一点红豆 或者是水果都可以 这样一份广式双皮奶就做好了 这个自己在家想吃的时候 就做一点特别方便 哇 忍不住 我想尝一口了 超嫩的 怎么感觉 自己做的比外面卖的有嫩一点 可能外面卖的是冷藏过的 就是要紧实一点 特别嫩 你再尝一下这个冷藏之后的双皮奶 但是还是比外面卖的要嫩一点 外面是不是加了什么凝固鸡啊 这个双皮奶和红豆放在一起吃太好吃了 就是感觉比豆花还嫩的那种感觉 好吃啊 我觉得冰的时候更好吃 冷藏过后真的是一点白鲜味都没有 好吃啊 好吃 看得很容易反正 你去拍照一发呢 你好像